耀克传媒训练生 老师们好 我是团队里的队长罗依舟 老师们好 我是副队长孔祥池 你们可以叫我KK 老师们好 我是来自耀克传媒的蒋志豪 老师们可以叫我小豪 老师好 我是来自于耀克传媒的陈建宇 大家也可以叫我德德 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 然后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 然后两个人领导 两个人你怎么分工 我们 我们一带一 我俩住一屋 我俩一个宿舍 他俩住一屋 因为平时我们都是住在一起的 然后其实我主要的工作 是辅助我们的队长 因为队长在专业方面的技能 是能够非常好的带领我们四个 你好 罗依舟 我看到说 你是你们四个人中年龄最小的 但是你是担任队长 所以你们这个是 当时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老师这个可能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发票贴得好 我们每天有抽奖 我就非常期待能抽到这一周的发票 能让他帮我贴 他帮我报 因为他能把我每一笔都算得非常的仔细 然后我所有的钱我都可以拿到 对 可能是从这方面帮助大家 想问一下罗依舟 老师 我看到您的一个特点是 保温杯里泡枸杞 像老师作为一个零零后 为什么这么养生 老师是这样 就是我因为从小就是在部队长大 做期时间非常规律 前段时间由于训练比较辛苦 我觉得我们慢慢的时间点开始熬夜了 然后有点自己有点不太适应 就开始保温杯里泡枸杞 所以你有打算带着 兴趣有你的哥哥们弟弟们一起养生吗 养生才是王道 养生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 我看你的履历非常的漂亮 有军艺然后中戏 就感觉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路子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来做爱豆呢 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的浮躁啊 我觉得任何的表演形式和门类 走到极致都是艺术 我精心准备舞台 然后好好地对待它 就不会特别浮躁 就只要态度是踏实的就好 谢谢我们媒体老师的提问 训练生可以离场了 谢谢老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